拉丁美洲34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6亿 GDP总量5.76万亿美元 截止2017年中拉双边贸易额突破2900亿美元 2016年的中拉文化交流年吸引了超过3200万人次 拉美热和中国热正在双边持续升温 2013年到2018年 习近平主席三次访问拉美 倡议共同构建中拉1加3加6合作新框架 2016年11月 外交部发布第二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2018年1月22日 智利首都圣利亚多 中拉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共33个拉美国家参加 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以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中拉关系的重要倡议 中拉全方位合作新时代正式开启 在中拉双边共同迈入新起点的历史机遇背景下 来自中国和拉美的多位商界领袖积极响应国家战略 基于在中拉双边经贸领域的长期耕耘 共同联合组建了中拉联合投资集团业务涉及进出口贸易 跨境电商、文化旅游、体育合作、航空运输、商业地产以及生产制造的多个领域 集团在巴西总投资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年均从中国进口贸易额100亿元人民币 商业地产覆盖巴西经济最发达的6个州 其中位于拉美经济中心巴西圣保罗市市区占地20万平米的中拉经贸中心 计划将于2019年7月正式投入运营 届时将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中拉双边开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基地 中拉经贸中心已逐步展开在中国和拉美的招商工作 并启动了同双边政府、企业的推广合作计划 目前已和国内广东、浙江、河北、河南多个产业带城市、产业园区 及多家行业龙头、央企等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共同布局巴西及拉美市场 包括市场营销网络、仓储物流及售后服务网络等 同时共同在拉美投资相关的基础设施 包括仓储物流基地、生产加工园区等 在中拉双边多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启动了一个以中拉全方位合作为核心 整合资源、共谋新发展的中拉之一、中拉合作园区项目 中拉之一项目已分布在中国和拉美 由多个中拉合作园区组成的园区网络 作为双边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战略平台 全方位推动中国与拉美的经贸、文化、旅游、体育、金融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为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中拉之一将逐步搭建覆盖整个拉美地区线上线下的园区网络 全方位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更好更快地进入巴西及拉美市场 中拉之一在中国计划打造覆盖全中国的 具有拉美特色加强中拉全方位交流合作的园区网络 全方位的引入拉美、推荐拉美 让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在中国近距离地体验拉美文化 了解拉美风情 以及开展与拉美的经贸合作等等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中拉联合基于中拉之一中拉合作园区项目 正全力构建一大一路上中拉全方位交流、合作 顺应时代发展的大平台 共同推进和见证中国与拉美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